欢迎再一次回到世新新闻的显定 新闻介绍来看是向外水墨研究会 以北国的水墨围的创作人材 创新现代水墨围以及到法养水墨围的文化为众计 100年作品热店、作品台湾66天 都是会员真心的创作 欢迎各位观众机构 向外水墨研究会竟是生日在九十六年 由水墨围家董学吴老师提倡理行 以北国的水墨围创作人材 创新现代水墨围合法用到水墨围文化为众计 这处在街市文化局连电电视的作品有66天 一间都是会员真心的创作 为了有山水、人物、高济、冰鐵、鸟售、花卉、鮑罗万行 副部、大海、西流、光屋、做些具象的以外 把它画出来以外 当然也有一些含有抽象 不管是剧象也好 不管是剧象也好 剧象也好 我们虽然说向外 就是说希望从剧象里头转换到稍微抽象 也就是说只要我们眼睛所看的 用我们的思想 然后把它表达出来 我们会也很注重到外形成 在这几年当中积极的累积 所有我们爱好国化的一些民众好朋友 收集非常多的会员 包括云嘉南地区的民众 以及大师全都来做利临指导 也因此在这次66件的作品里面 包括人物、风景、山水等等的相关景观 全都被这个向外协会的老师们 画入他们的中国画中 中国画风不外乎就是泼墨跟线描 那这一次的展出 有包括人物的点景 有包括风景的创作 全都是这些大师心血累积的成果 在宿典的小营祖标识 借于到会员年典 增加到会员之间的观摩机会 由会员年龄来说 包含到老中青三代 你以地区来粉 搬接着粉到老三的观摯 其中有水满为真英 是欢迎的文先进 真王志高 这一集门创民众加二次 这一集门创民众加二次